挺好吃 很生物 还能更贵 看那荒座真假厨子说 百经验 1170 水滷肥肠 198 看见 这不一样吗 人家能给你切条 看人家厚实 什么大肠头 这个就别琢磨了 这好吃 水滷的麻辣味在 然后它这个大肠头 肯定实现卤的 口感非常好 再说吧 它给这肠还挺多的 别给配菜是窝损 人家这里边配菜很少 这肠挺多的 198 北京叶招牌四大菌 168 熏鸡 猪肚 这好像是猪蹄 我猜一打 我猜对了 猪耳朵 其实吧 除这些鸡那三下 是酱是煮 煙熏的味道 其实不是特别准 但是有 这熏鸡的味道口感都不错 可说的一点 就是他们家给的这个饼 不是烤鸭的鸭饼 这非常像老北京鸡肉卷那种 这样长 168的口水鸡 底下给配什么呀 香芹 本开本开 战军的只是好吃 就是川菜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凉菜 麻辣鲜香 开胃下饭 鸡煮的口感非常好 口水鸡这个麻辣味也有 但还不是特别重 鸡肉煮的合适 食物条里汁的口味也准 头里汁的时候下口 不是特别的狠 不错 挺好吃 你给人家买多少只鸡 能够花168 鲜椒猪肚烧土鸡 198 猪肚 这应该是鸡肉 鸡肉好硬 好有嚼劲 鸡肉一嚼就能够炸到的肯定是土鸡 你得尝尝猪肚 猪肚事先卤好了 盖好刀切成条 土鸡做一大锅 连糖带鸡一个边上位 烧菜的时候把鸡一热 把猪肚肉往里扔 抓一把大尖椒和蒜 往里扔一松起来 鸡烧得非常香 这里边还有一点点汁 用点汁一拌饭 挺好 折扇也是善行天下的意思 然后说您拿着这把折扇 那也是更显得您玉树临风 谢谢 你们俩觉得在北京还混得下去吗 不行了 我觉得 这真没戏了 香上香当家种是198 它这上来是一个整块的 皮这边是连着的 底下这边是人家改好刀的 它这个肉啊 你够用人炸捞 这个皮就是完全炖烂 一般咱们吃红烧肉 红烧肉肉皮会有这个 胶质的口感 你说是Q茶还是软烂 它这个皮的口感几乎就没有 跟肥肉一样 直度精准 你叫我 没了 这个梅干菜 完完全全炒得干干的 特别香 最后总结 一共是1100多块钱 我们仨人 看人家上的菜都挺好吃 这1千300多块钱 菜单上我还没敢点 我点的全都是比较便宜的菜 你们这就来了很年 可能这个价钱根本是搂不住了 调致很商务 还能更 说这话和松扇子没关系 哦 哎呀 好 谢谢 咱们 谢谢大家